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我是佩文 在3月27日美國聯邦眾議院以壓倒性的票數通過了一項法案 懲罰中共對良心犯的活摘器官行為 這是美國首次採取非象徵性的立法措施 來打擊這種暴行 H.R.1154法案被稱為2023年懲止活摘器官法案 是以413票對兩票獲得通過 該法案主要是制裁所有參與這項恐怖行為的人 並要求政府每年報告在各國發生的這類非法活動 共和黨人湯姆·科頓和民主黨人克里斯·富恩斯等十幾位參議員 也都提出了這個立法參院的版本 該法案主要的發起人共和黨眾議員克里斯·史密斯 呼籲關注法案中對參與活摘器官者的懲罰 最高25萬美元的民事處罰 以及最高100萬美元20年監禁的刑事處罰 史密斯議員在投票前對《大紀元時報》說 負責器官是一種暴行反人類罪 也都是一種戰爭罪 因為這是對中國無辜人民的戰爭 習近平是應該直接負責任 但那些甘心情願從事這種行為的人 也都將會被追究責任 在眾議院民主黨眾議院蘇珊·威爾德 強調了法案要求年度報告的重要性 將確保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規模和普遍性 做出有根據的評估 威爾德說鑑於正在進行的種種滅絕行為 我們不能夠聽信北京的說法 我們需要調查 我們需要核實 無論不公正和鎮壓發生在哪裡 我們都不應該視而不見 對很多經歷中共信仰迫害 最後逃到美國的僑倖者來說 法案通過的消息令他們感到振奮 韓宇就是一個例子 他是一名法輪功的學員 法輪功信仰團體被認為是中共非法 器官交易的主要受害群體 法輪功的修煉是以真善忍為指導 搭配了五套的功法 能使人身心受益 在1990年代在中國大受歡迎 在遭到中共政權迫害之前 估計有7,000萬至1英名的中國人 在學練法輪功 中共在1999年發起了一場消滅法輪功的運動 導致數百名的法輪功學員被拘留 在過去的23年裡 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此死於勞役 酷刑和虐待 2019年倫敦的一個獨立法庭 在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後得到結論 認為大規模強擇器官活動已經在中國進行多年 而被拘留的法輪功學員是器官的主要來源 並且沒有證據表明這種做法已經是停止 韓宇生於中國首都北京 在2004年因為迫害 失去父親的時候他只有19歲 最後一次見到父親韓俊青的情景 至今仍然是營繞在他的心頭 當時韓俊青因為修煉法輪功被捕 兩個多月後隨即去世 韓宇的父親的遺體冰冷地躺在法醫中心的房間裡 變得極為銷售 他的面上青一塊紫一塊 周圍有幾十個穿制服的警察 父親左眼底下的組織不見了 身上有明顯的長長刀口 是用黑線縫合 從喉嚨一直延伸到衣服的下面 當他試圖想解開他的衣服 想看看縫合結束的地方的時候 被警察趕了他出來 後來韓宇的姑姑和叔叔 在警察阻止他們之前 撤開了韓俊青的襯衫 他們發現刀口一直伸延到他的腹部 裡面是武器官只是有兵塊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 韓宇很難接受失去父親的事實 在2006年 很多人向《大紀元》揭露活摘的黑幕 在2007年韓宇在瀏覽社交媒體時 看到一篇描述活摘器官的文章 他一下子就想到父親的遭遇 江荔也有著類似的故事 江荔的父親江錫青 是重慶市地方的稅務局的一名退休官員 在2008年5月 北京舉辦奧運會前的一次 入室搜查後被捕 並沒有經過法庭的審判 就被判處一年的勞改 在2009年1月底 他在家人探望後不到24小時就去世 然而他與家人見面時身體還是很健康 江荔見到父親的時候 他已經是被送到殯儀館的冰櫃裡7小時 但這時候江荔的臉和胸口仍然是瘟熱的 但當江荔和其他家庭成員反映這件事的時候 警察就將他們推出去停屍間 醫生反對活摘器官組織創辦人及執行主任 托斯坦·特雷支持這項的犯案 認為犯案是向前邁進的重要一步 有助於提高人們對活摘器官的重要認識 但有必要採取更多的措施 來壓制越華醫療的旅遊 特雷說活摘器官是一種犯罪 雖然病人是有隱私權 但這種隱私應該是在活摘器官罪行上終止 如果法輪功學員或其他良心犯 在中國因為他們的器官被殺害 我們不應該在醫療隱私的保護傘下掩蓋這些罪行 新澤西州眾議院史密斯說 這個犯案可以涵蓋任何參與活摘器官者 包括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 史密斯說 如果是知情 但仍然是從法輪功學員 或是其他任何渠道偷竊器官 他們可能會被追究刑事和民事的責任 史密斯補充說 中國醫院承諾在指定的日期提供重要器官的情況 這在自願器官捐獻系統中是不可能發生的 史密斯強調 去中國進行器官移植旅遊的美國人 也有道德責任去了解器官的來源 在全世界以色列 台灣 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經禁止器官移植旅遊 歐洲議會 美國國會和各地的地方機構 也公開譴責中共的活摘器官行為 但尚未通過立法 法輪大發信息中心執行主任列為布魯迪說 如果停止負責器官發生效 將會是向著這個變化慢出的一步 布魯迪給《大紀元》的一份聲明中說 通過這項的法案 我們的國會正加入其他幾個國家立法者的行列 他們通過了法律 制止謀殺無辜者 獲取器官的可怕做法 並且懲罰那些繼續做這件事的人 布魯迪說儘管這麼多年中共施加了各種經濟和政治的壓力 但通過這項的法案 美國的政府將正式在世界舞台上譴責中共為了器官而殺人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伊布夫報導 陳婷編譯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贊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的內容已經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記住 不見 我請追蹤 不見 我請來 請